大家好,我是M&K Camber的Lorence 今天看到桌面有這麼多東西,到底我介紹什麼呢?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M機 用不同的轉接環之下,就可以配合不同的鏡頭使用 其實M機也是一部模反 模反最大的威力就是可以配合不同的鏡頭使用不同的轉接環就可以拍攝 例如以前那些L39螺絲孔,是M孔 怎樣去到M機那裏呢? 買回L39去M的轉接環 這樣拎了下去,然後到M機那裏 吸進去,可以做到連動拍攝 可以看到黃斑對焦,按下去,讓你看看 這樣就拍到了 非常方便,以前的鏡頭可以這樣用 喂,你跟我說,我剛剛轉回來LiKa 我還有以前那些NICON鏡頭,其實可以用不可以呢? 當然可以用 這支是NICON鏡 有一個叫AI轉M的接環 放到M機那裏 我試給你看 好,這支NICON鏡 用回接環 扭回去 好,不過連動那裏就對不到的了 那我們怎樣做對焦呢? 開一個Live View 你會見到手的影像在這裏 就可以做到一個手動對焦功能 手的Peaking那些東西你都可以看的了 拍到一張相片 OK,非常方便 好,你說呢 LiKa的R鏡可以不可以呢? 一樣可以 都是轉回轉接環 這個就是R鏡頭專用的 可以用回M機 一樣 都是 這支R鏡,LiKa的R鏡 都是可以做到一個拍攝功能的 R鏡也是 沒有黃斑的連動對焦的 都是要開一個Live View 大家可以看到 接著做一個拍攝 對焦 看螢幕 OK 都是拍到相片的,沒問題 OK 你說AM機好像看螢幕 不太方便 其實還有一個外置的Visovac 裝在機身上 看下去 其實跟現在的模範是沒有分別的 你看下去還可以很方便去對焦 一件事就是LiKa的不同的模組 讓你配合不同的用途 來做不同的鏡子拍攝 你說我用SL 但是呢 配合M鏡 怎樣去做到一個微距功能呢? 好,現在就是一個微距折環 可以幫到大家了 這個微距折環 放到SL 這支M鏡 這支就是G24 好,那我做給大家看一下 OK 好 那微距折環那裏呢 就可以扭回焦距 長度 扭回出來 讓Focal Link更近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微距的功能了 好了 做到一個微距的拍攝功能 可能自己要調教究竟那個距離是多少 好,拍照了 這裏這麼近都可以做到的 好,看看相片 所以呢 不同的轉折環呢 就有不同的功能 亦都可以擴大了我們拍攝的題材 這些轉折環都可以在我們公司那裏找到 而且價錢亦都不會說很貴的 幾百元就可以買到的轉折環 去用不同的鏡頭 和白攝不同的題材 好了 希望這些資料都可以幫助到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